好,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要学的是嘴形的变化 那在Coreter角色,我想最复杂的一定是嘴形,那嘴形变化 它最简单也有十几种,那如果说我们要在Photoshop去画十几个嘴形变化 其实是蛮,这个工程蛮厚大的哦 那我比较偷懒的方法就是直接用线程Photoshop 那个Coreter预设的那个Photoshop的Puppy去直接把他的嘴巴的那一个群组的嘴形变化 把它偷过来用也可以 我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取巧的方法 那当然如果老师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慢慢画各种嘴形的变化 那我这边就直接用线程的 我在AdobeCoreter这边,我在Photoshop产生一个New Puppy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这一个角色在他的Mouse这边 你有发现,你看他有各种正常的,微笑的,惊讶的,然后 O,O,D,各种嘴形,他会,有的是看你的Camera去选择适当的嘴形 那有的则是听你的声音去辨识 你看总共有十几种嘴形 那这个可能就太累 自己做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这个嘴巴的群组贴到你的头的群组里面就好了 所以我这边 就把他 就把他贴过完就可以了 好,那我这边把这个 嘴巴这一个 群组拿过来这里 好,那确定我这个 Mouse这个群组是不是在 add里面 看他是在这个 头的群组里面,然后 但大小你可以再适当做调整 如果你觉得他太大太小的话 我可以直接做一个缩放的 做个缩放的动作 我这边是还蛮刚好 好的之后 你可以去做一个 大小的调整等等 或是缩放等等 好,然后其实我们就可以一样做一个存档的动作 我这边选择套用 好,那我们就把这十几个嘴星全部都堵进来了 好,存档之后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correcter这边 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的场景一这边 是不是就已经套用进来了 那现在是不是你看这个 直接就这样是一个比较快的方式 当然这是一个取巧 假如说你今天不同的造型,不同人物动物 你可能就是 就是一样,就用刚刚的方式去重新画 那你就是要在photoshop这边 我把这个按照这个图 你可以参考别人是怎么画的 这个D是画什么嘴星 F是画什么嘴星 M是画什么嘴星 等等的 还有开心是什么嘴星 画好之后这边就 嗯,嗯,嗯,好啦 这样就全部做出来 好,那换多位老师同学你们操作看看 就像那个 一边 在这边 有点 滑 灑